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一起死 我以神的名义诅咒 今生今世 永生永世 不饶 不死 不生 不灭 拥有洪荒之力的花千古席卷三界 他是世上最后的一个神 同时也是让人闻风丧胆的天煞孤星 只因他是孙悟空的一缕残魂所化 多年前 一道白光落入孕妇的屋内 是 是 悟空投胎转世成了一名女婴 笑得着实开心 但他却渴死了母亲 而他身体上竟散发出一缕异乡 异乡所到之处 草木纷纷枯萎 还招惹妖魔鬼怪前来报复 悟空的道友蜀山道长惊恐万分 为防止天下大乱 赶紧不下结界 还用法器与魔警封住异乡 但是却只能维持十六年平安 十六年后的今日 你一定要带他上蜀山拜师学艺 切记 切记 并给悟空的转世赐名 他一出生 草木凋零 这孩子就叫他花千谷 转眼十六年过去 花千谷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可他从小就没朋友 还受尽村民的欺负 视他为灾心妖女 拿着蜘蛛网将妇女赶出了村子 为了给父亲治病 他冒着生命危险 到村里找大夫 不料前世打妖怪为生 今生妖怪纷纷循着气息而来 不曾想妖怪妖娆的身姿 被下山历练的白子花撞见 当他来到大夫跟前时 竟发现大夫早已没了气息 而房顶上更是出现一个巨型妖怪 他一介凡人手无腹肌之力 即将被拍成肉匠时 白子花一把将他接住 简直帅带了 可惜白子花历练期间不能使用法术 不到两个回合 就被妖怪一把抓住 花千谷勇敢地捡起飞剑 快狠准地朝着怪物的脚掌刺了过去 结果自己被撞飞了 索性子化逃出了魔爪 两人人剑合一 配合默契地将怪兽打跑 离开之际 他不忘给父亲抓药 回到家刚准备熬药 却不料村民高举三妹真火找上门 扬言要烧死他这个妖女 为村里唯一的大夫报仇 很快茅草污染起熊熊大火 白子花恪守门规依然没有动用仙法 危急时刻 痴情与白子花的上仙从天而降 抬手间大火瞬间熄灭 村民背下的落荒而逃 而此时的花府已经奄奄一息 眼看父亲要不行了 花千古无助地哭喊着 紫画完全可以用法术救治 但是掌门之位就会失之交臂 就在他纠结的一秒 花夫妻绝身亡 没有了父亲 紫画成了小谷所有的精神寄托 他历练成功回去接任掌门 抹去小谷对他的所有记忆 可不曾想 小谷对他早已刻骨铭心 他已经五天没吃饭了 这时发现脚下有好多萝卜 他万万想不到的是 这些萝卜竟改变他一生的命运 拔完萝卜已经成了小泥人 他便去湖里泡泡 怎料一转头 竟看见一个秀才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哈拉子都要出来了 秀才也才回过神 狼狈不堪地跑开了 他连忙穿戴好赶紧离开 怎料秀才紧随其后 他发誓一定会对他负责 金榜提名后必定回来取他为妻 他吓坏了 赶忙逃跑 结果却发生怪事 只见他往前一炮 竟感觉有一堵透明的墙挡住去 他不信邪 撸起袖子就开干 不料下一门就被弹飞了 他赶紧啃一口萝卜压压惊 东方见多识广 属山周围都是洁界 想要进去 可以去山下的一宿阁询问方法 传说中的一宿阁 号称无所不知 此时门前早已排成长龙 人人手里都拿着礼物 只见管家将竹签用内功一拍 落在他手中的赫然式萝卜 随后他看向花千古 他误打误撞闯进了一宿阁的境内 只见阁主拿着刀步步逼近 他吓得闭上了眼睛 没想到刀尖只是在他额头倾蜓点水 一滴精血被收集了起来 然后做成吊坠 他还预言 无论他去蜀山是什么目的 都将会以失败告终 发千古似懂非懂 带上天水滴就穿过了结界 等他上了蜀山 结果眼前竟是满地尸体 只有清虚道长还有一口气在 他看着眼前的女孩 不正是悟空转世的女婴吗 于是一根羽毛 一本六届全书和一本剑谷 女孩意外成了蜀山掌门 女孩打开月光宝盒 突然射出一道金光 里面居然跳出来几个小矮人 他们练得正是蜀山的爵士武功 而他却资质平庸 只当是看动画片 当初蜀山派一开播就被灭门 掌门清虚道长下班之前 赶紧把掌门智慧交接给了花千古 然后放心地领了盒饭 花千古简陋成了最弱的蜀山掌门 被面具人按在墙上摩擦 幸好白子化通过远程看到 瞬移前来英雄救美 面具人不是他的对手 只好丢下小谷六之大吉 谁知本剧的二号反派 用蜀山抢来的法宝 拴天恋布下天罗帝王 将两人困在里面 白子化试图用法力打出一个缺口 没想到输出越高 拴天恋瘦得越小 一旁的小谷没有法力 但是他也没闲着 他决定挖个地道逃出去 老白嗤之以鼻 眼睁睁看着小谷挖得满头大汗 却也只有一个容纳两人的土坑 可就是这样的坑 给了两人最后喘息的机会 眼看要被锁死 小谷突然不顾电风扇的威力高举双手 洒出的血滴竟然解开了拴天恋 想不到我的血 不仅能让花草枯萎 还能解开这拴天恋 紫化趁机送走小谷 自己留下来大展身手 善春秋压根不是他的对手 正当要为鼠山派报仇时 天空突然飞来一只凤凰 本剧的头号反派闪亮登场 白子化 没想到你也有大开杀戒的一天 他们杀了清虚道长 灭了鼠山漫王 沙千墨狠讲道理 一把将善春秋删倒 命令他把抢来的拴天恋交出去 眼看白子化不依不饶 挥手间将其他手下全部送去见阎王 这样偿你的命够不够 但善春秋的命是我的 此事也就暂时平息 作为挖坑的报仇 白子化请小谷搓了一顿 没想到小谷吃饱喝足 想要拜他为师 结果被一口拒绝了 我一定会考进长流的 娘亲 娘亲 女孩看着眼前的虫子 一脸诧异 自己还是宝宝呢 怎么就当了娘亲 就在刚刚 项链突然发光 下一秒竟然变出一条虫子 原来项链里有一滴女孩的精血 平时她的血液碰触花草都能瞬间枯萎 没想到机缘巧合之下孕育出灵虫 能说话 会法术 还忠心 女孩却一脸嫌弃 你为什么要叫我娘亲啊 你又不是我生的 我又不是虫子 娘亲 没想到这虫子越看越可爱 于是给她取了个名字 那我叫你唐宝好了 我叫唐宝 女孩即将带着唐宝一路闯关 成为长流先派的弟子 可第一关她就被挡在了门外 站住 把你的武器叫出来 我没有武器啊 原来第一关需要所有人 不带任何武器进入秘境 凭真本事走出来就算通关 这个师兄对着女孩仔细观察 一招悉心大法 可怜的唐宝被吸了出来 你把我吓了 还会说话 这个也不可以带你去 什么 因为灵宠有法力 会帮助主人 花千古只好安抚着唐宝 等秘境出来 第一时间来接她 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坏人 我才不理你呢 你别动我 唐宝太可爱了 想要拥有的寇衣 眼看花千古瞬间被吸入秘境 唐宝很闹心 师兄的心软了又软 你真可爱 于是他带着唐宝走后门 来到一面镜子前 呀 真的是娘亲呀 都会有危险吗 不会的 师兄让他放宽心 考核前 每个人都发了一个水晶球 如果遇到危险时 捏碎就可以传送出来 但这也意味着考核失败 谁知话音刚落 花千古真的遇到了危险 只见秘境里的食人花突然都火了 长了腿就开追 把两个女孩团团包围 不曾想头顶突然出现巨大的食人花 朝她们劈头盖脸袭来 幸好两人敏捷地躲开 但身旁的女孩就没那么幸运 不小心一脚踩空 落入食人花的肚子里 说时时内是快 花千古的手指不胜划破 奇迹发生了 血液散落在花王身上使她疼痛难忍 瞬间将吞噬的女孩吐了出来 随即倒地不起 想不到我的血 还能消灭食人花 秘境外的白子化也是一脸差异 他到底是什么人 食人花劈头盖脸就要吃掉女孩 没想到女孩的一滴血不小心甩到食人花身上 下一秒 花王瞬间枯萎 刁男小姐倪漫天得救 扬言要把小谷当最好的朋友 我从小到大都没什么朋友 其实从小到大我也没什么朋友 我知道那些人是巴结我的 但是 我是真心把你当成我的朋友 小谷受宠若惊 这时钟声响起 今天的考试到此结束 明天日出前 你们便通过第一关 他们没想到考核这么简单 小谷开心地给队友考虑 哇 好香啊 狗头 你的厨艺太棒了 还没考好 两只馋猫就开始争抢 然而他们不知道 第一关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白子花方法 释放迷一烟 很快所有考生闻着迷香进入了幻境 我不是在考试吗 怎么马上就到了长流了呢 不管了 我去拜尊上为师 白子花刷着屏幕 看每个人的幻境 却不料刷到东方欲青的时候 居然黑屏了 原来他压根没睡着 他赶紧起来想要唤醒小谷 殊不知进入幻境的人 只能靠自己的意志主动走出来 否则永远沉迷其中 陷入幻境中的人会获得自己最想要的东西 白子花此刻对小谷梦境最为好奇 然而他的梦境却只有一座茅草屋 已经去世的老父亲正在给小谷盛饭 突然一个男子推门而入 居然和白子花一模一样 原来正是白子花去凡间历练的化身 我在他心里只有那么重要吗 这就是小谷最想拥有的 所有考生都成功清醒 只有他迟迟不愿醒来 眼看考核要结束 东方发痕把自己撞晕 瞬间进入小谷的梦境 用自己的鲜血唤醒了小谷 终于在最后一秒赶上了第二关考核 然而这一关却是极度危险的关卡 一个不小心就会万劫不复 在悬崖上荡秋千你们看过吗 三条铁链横跨悬崖 底下竟是万丈深渊 恐高的他摇摇晃晃地走了上来 没有任何防护 让人心惊胆战 期间还有致命的回旋标干扰 脚底一直打滑 两个考生躲闪不及 瞬间掉落万丈深渊 这让小谷连眼睛都不敢闭 吓得无法动弹 后面的考生健壮 连忙绕过了他 很快铁链上只剩他一人 回旋标向长了眼睛 不仅攻击他 还咔嚓一声斩断了一根铁链 队友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可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又一根铁链咔嚓一声断断 小谷只能倒挂着前行 没想到这个顽强的女孩 就是自己的生死节 白子话不希望他考进长流 意念一动 最后一根救命铁链 也应声而断 女孩瞬间坠落 队友尖叫出声 以为他彻底被淘汰了 没想到下一脑 所有人都瞪大了双眼 一只小手倔强地出现在他们眼前 他凭着不去不挠的精神 艰难地爬了上来 众人不由地为他欢呼 他生怀一向 犹如有泪 要过这第三关 恐怕是难难 而第三关听起来却很简单 只要走过池子 就可以成为长流弟子 只有心无杂念的人才能通过 否则会苦不堪言 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他们排着队依次下去 有人感觉踩到蚂蚁窝 忍一忍过去 有的人像打翻开水 烫得跳回岸边 甚至有人像泡了硫酸 当场的劫肢 此人欲念太重 对他来说 销魂池水就像是毒药 会腐蚀身体 任何撕心杂念都瞒不过池水 小谷暗暗祈求老天保佑 咬紧牙关踏进池水 下一秒他发出惊叹声 女孩拿起木剑镜 犹如千金 那吃力的模样 惹得师兄弟哄堂大笑 特招生自信地走上前 打算在女孩面前露一手 谁知下一秒 十一师兄 这把剑为什么这么重啊 这叫海鲜木 只生长在海里 比玄铁还要重 那这把剑 能飞起来吗 师兄传授了大家 遇见飞行的口诀 尖子声直接能炫酷地飞起来 两个学渣看得是木凳口呆 你说你一个凡人 姿质又这么差 你还来修仙干嘛呀 女孩叫花千古 她以倒数第一的成绩 考进长流山 但是过三生池水时 却是惊呆众人 真是好舒服啊 万万没想到 别人要拖三层皮的水 到了小谷这里 居然舒服得忍不住叫出来 你让其他考生情何以堪 区区一个繁胎肉体 居然无欲无求 白子化也是一脸迷惑 恭喜你们 正式成为长流弟子 我终于成为长流弟子了 虽然考核通过 白子化却不看好她 如此资质平平 就算你考进了长流山 恐怕也待不过三个月 果然女孩学了一个月 使出吃奶的镜 还是不能让木剑悬浮起来 别的师兄弟早就能遇见飞行了 不服输的小谷 只能晚上和倒数第二的 孟玄朗偷偷苦练 这一幕都被白子化看在眼里 没关系了 我们再试一次 一二三 加油啊 不懂窍门 学渣之间的鼓励 显然没有作用 这时白子化突然现身 要考核一下学员的学习进度 她一眼就看到 躲在人群里的花千 你 你来试试遇见飞行 可怜的小谷 刚学会拿剑 别说飞行 就连让木剑升起来都难 不仅如此 她离开之前 还变出一堆木头 这些木头 你全部用手劈开 任何人不许帮她 倔强的小谷 真的徒手劈起木头 哪怕手都快劈烂了 却一根都没有劈开 即便如此 她依然没有停下 功夫不负有心愿 当她劈了三千下后 一股气流涌上来 木头瞬间四分五裂 白子化露出欣慰的笑容 泪瘫的小谷 让唐宝非常心疼 女孩被打得皮开肉绽 只因她上课睡觉 还能对答如流 老头子成心想让她出丑 扬言要考考她 问题却是课堂都没教过的 怎料小谷竟然对答如流 师兄弟全都惊讶万分 看来你还知道的真不少啊 老头顿时恼羞成怒 干脆让她来讲课 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老头子可不知道 他身上藏有大宝贝 一本能投评的六界全书 他老老实实背了出来 殊不知里面的内容 全是六界的密室 七杀圣君 试图以一己之力解开封印 其他各派先发之人 杀死了七杀圣君 并合力绞杀其屠众 七杀与各派 最终结为是仇相互攻伐 这个爆料顿时引起一阵骚动 住口 一派狐言 老头没守成规 笃定小谷篡改历史 直接把她揪到三尊面前 快说 这些事你是从何得知 小谷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 这些事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魔言大发雷霆 小谷只好承认自己 是在六界全书上看到 是清虚道长林中所赠 一派狐言 清虚道长 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书籍交给别人 立即让她拿出来 可这是鼠山的镇山之宝 怎么能随便拿出来 魔言认为她满口谎言 笃定她是七杀派来的奸细 紫画反对无效 不知道谁才是掌门 留他 死杀 弟子真的不是奸细 为了坐长留的弟子 她咬紧牙关 也不愿暴露自己的身份 最后活生生地腾晕了过去 紫画作为掌门 也不能格外开恩 内心却无比好奇 让你这么拼命守着的 到底会是什么秘密的 不过很快她就知道了答案 没想到这个黄毛丫头 竟是鼠山掌门 花千谷 你真的是鼠山的掌门吗 是啊 事已至此 小谷和盘拖出 白子化终于找到理由 赶走自己的生死节 我希望你赶紧回鼠山 正当小谷万分不舍时 鼠山弟子已然收到通知 兴奋地来接掌门回去上任 花千谷在我们这些长流弟子中 水平算是很差的了 连遇见飞行都不会 怎么可能是一派掌门呢 怎么那么差 不是一般的差呀 在我们长流那是差得出名啊 话音刚落 小谷就从天上掉了下来 你们都别动 我来 白子化又一个帅气的动作一把接住 小谷顿时又成了小迷妹 老白表示须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 鼠山弟子云影 拜见掌门 这下身份彻底曝光 师兄弟们全都惊呆了 白子化宁可削肉踢骨 也不愿意承认爱过小谷 如果重来一次 她还会亲自教小谷遇见飞行呢 过来吧 伸出小手那一刻 她内心小鹿乱撞 白子化看着甜美的小脸 瞬间怦然心动 只不过她的身份 永远会克制自己的感情 你要感觉剑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想往哪儿飞就往哪儿飞 这一刻小谷感觉全世界都是她的 四少 这把剑真漂亮 她叫断念剑 断念 现在安全了 可以放手了吧 经典动作在线 真的太美了 可地上的孟玄朗看得一脸苦涩 两人临别时 白子化居然把断念剑送给了小谷 这把剑原本是师父交给她 除掉自己的生死截 不曾想验身时 带她来到了破庙 看到小谷可爱的容颜 白子化怎么下得去手 断念剑反而成了两人的定情信物 师父要是全下有之 定会弃活过来 尊尚 等我从水山回来 还能做长流弟子吗 你还是不要回来了 看来送她断念剑 八成就是让她断了回长流的念头 这时孟玄朗等候多时 拿出一块骨玉送给小谷 这块玉是我从小一直带着的 能够驱魔 很灵感 不等小谷拒绝 直接把骨玉塞到她的手里 殊不知这块骨玉却大有来头 一旦有生命危险 能自动形成保护屏障 甚至是打开洪荒之力的关键之物 小谷不忍拒绝孟玄朗的好意 答应先替她保管 看着女孩纯真的笑脸 男人瞬间看呆了 当掌门就是好 这么多人关心你 但她还不知道 回鼠山当掌门 她将面对的又是怎样的考验 两个世博一看 新掌门竟是这么个黄毛丫头 脑袋摇成波浪鼓 立马想要给她一个下马威 掌门之名啊 我早有耳闻 不知道可不可以欣赏一下 掌门的鼠山剑法啊 幸好云影在回来的路上有仙剑之名 早已传授了几招基础的鼠山剑法 此刻正好派上用场 谁知就在小谷自信的表演时 手中的剑突然甩了出去 两位师博趁机要重新挑选掌门 我提 让花千古姑娘 用鼠山剑法和我比试一场 如果她赢了 就继任掌门 否则让险 眼看师博咄咄逼人 小谷霸气答应三天之后比试 如果我输了 即刻让出掌门之位 绝不许言 然而大话刚说完她就后悔了 想要三天内打赢比云影还厉害的师博 简直天方夜谭 这还不容易吗 东方 没想到神出鬼没的东方突然出现 我有办法可以让鼠套 打败青阳道长 东方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 竟然懂得一套鼠法 能短时间内快速提高人的内力 但是缺点是只能维持一炷香的时间 所以必须要速战速决 然而师博的鼠山剑法炉火纯青 如果想要赢 那必须反其道而行 反走这北斗七星步 那绝对出乎她意料之外 弄不好就出其之胜呢 比武开始前 东方教她用言语激怒对方 然后找出破绽进行反攻 师博 您是长辈 处于尊敬 弟子先让您三招 年轻人休要狂妄 这个师博果然是个暴躁狂 他扬言三招之内定让她求饶 师博 说话算话 您要是三招内没赢我的话 您可别说又要三十招啊 只见女孩的断念剑一出 师博暗自嘀咕 来头可真不小啊 自觉气势已经输了一大截 几招过后 她终于打中小谷 得意的表情控制不住 青阳师博 你也不过如此吗 还说三招之内赢我 现在至少也有十招了吧 有些人就是厚脸皮 说过的话不算数 小谷深受内伤 嘴上却一直挑衅 扬言自己背过身打也能赢 被激怒的师博彻底乱了阵脚 他终于赢得了蜀山掌门之位 却不料在继任大典时 小谷却突然失踪 原来他被面具人绑架了 而此时天空突然出现一只凤凰 这个妖孽美男闪亮登场 姐姐 你叫我姐姐 沙千墨瞬间愣在原地 那个失去多年的妹妹 仿佛重生了 你那么爱美 要不 以后我叫你姐姐好了 姐姐 这一声姐姐 给小谷换来多大的靠山 你这个小不点 就是蜀山的新掌门 姐姐 你好美啊 就是 凶小了点 我真的很美吗 有多美 姐姐是我见过最美的人 想不到你这小嘴啊 还挺甜的 她发现小谷脖子上的伤痕 疼吗 不疼 她一脸心疼地轻轻拂过伤痕 伤痕随即消失 身上哪还有别的伤呢 没有了 谢谢姐姐 离开时 她说什么都要送小谷见面 话音刚落 她竟把自己的小指头掰了下来 然后放在她的手中 姐姐 你 你这 不疼吗 只见她缺失的指头又瞬间长了出来 她告诉小不点 以后遇到危险 只要吹响鼓哨 她便会立马出现 你们也想拥有的话扣衣 注意看 仙人都是怎么打蚊子的 只见她手指锁到之处 蚊子立马惨死当场 没想到为小谷赶走蚊子的人 居然是让人闻风丧胆的魔族圣诀 此时小谷并不知道 这个大魔头宁愿得罪天下人 也会护她周全 你有了我这个姐姐 就等于有了全世界 而白子化为了不负全天下人 却终究负了花千古一人 沙千墨颇有仙剑之名 让小谷不要去长流做弟子 跟他在一起 可以自由自在 可小谷一心想和白子化一样 匡扶正义 这样呢就会身心舒畅 人如果身心舒畅的话 就会让你荣光焕发 荣保青春 沙千墨一听 顿时两眼放光 全部停手 没想到他第一次做膳食 竟惹了一肚子气 扬言要杀光他们 幸好他最听小谷的话 压制怒火气呼呼地离开 姐姐虽美 但这性子也太火爆了吧 火爆的沙千墨 却把所有温情给了小谷 他行遍六届搜罗好吃的好玩的 一股脑都送给他 看着他快乐地像个孩子 他更是兴致勃勃地 要带他遨游天下 小谷点 你说 姐姐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 是啊 姐姐 你怎么长得那么好看呢 可他很快发现 除了自己好看的容貌 小谷的陪伴和笑容 更令他心情舒畅 两位上仙为了抢徒弟争执不休 小谷左右为难 他最想做的是尊上的徒弟 可他仙剑大会上输了 怎料突然他的身体飘了起来 只见白子话将他直接吸到了面前 小谷难以置信 你漫天彻底傻眼了 明明他才是仙剑大会的第一名 白子话懒地回答 直接隔空取出一把铁剑 只见他轻轻一震 铁剑瞬间献出原形 这竟然是上古凶器碧落剑 原来是尼漫天的父亲为了女儿取胜 专门交给他对付小谷 对战时古剑的煞气 无形中已经震伤了小谷的五脏六腑 岂有此理 这也太甚至不武了 白子话翻了个白眼 将功灵递给小谷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长流上仙 白子话的头地了 娘气娘气 你还愣着干嘛 赶快接功灵呀 小谷这才如梦初醒 欢喜的结果 横来掌门看着女儿 大笑出声 原来这掌门授徒早已内定啊 那你说还走什么过场 你掌门是愿意收谁 你就收谁 这其他人有什么意义 难道还管用吗 当然没有了 你 魔言见识不妙赶忙出来打圆场 建议白子话把这前三名都收归门下 我白子话 此生只收一个头地 你 小谷顿时受宠若惊 他发誓 弟子 定会堂堂正正 生为尊生 死为尊死 绝不违抗慢剧失命 天地为正 从此小谷成了白子话唯一的徒弟 而倪漫天却成了落十一的弟子 直接差了一个辈分 高傲的倪漫天怎么能接受 他一箭刺向花千 危急时刻 唐宝突然跳到他手上 被拍下之前 唐宝翻身跳到女人的脸上 最后没逃过那女人的魔爪 被抛向空中 一箭刺了个透心脸 唐宝躺在地上瞬间没了动静 下一秒 他身上发出耀眼的光芒 居然变成了一个小姐姐 你是 娘亲 我是唐宝 唐宝 你变成人了 丑丫头 你还想一个打我们三个吗 来呀 我可不怕你 你看 小谷都饿瘦了 可爱的徒弟亲手做了一碗百花羹 他只好勉强吃了一口 怎么样师父 味道还不错 可下一秒 慢着 怎么了师父 这冰莲从何而来 我靠后院那个莲花开得特别好看 我就想到了这个菜 居然把他的千年冰莲等珍贵药材一锅炖了 他花了十年悉心栽培 好不无意才开了几肚 你居然把他给吃了 罚你不许吃饭 师父 我不是故意的吗 为了弥补过错 他每天勤快打扫 给药材浇水 谁知再次炒了大火 他的手一不小心被花草刺破 一滴血落在了花草上 可怜的千年草药瞬间枯萎 糟了 这是我培育了几十年的药材 真是败家徒弟 这样下去他的家当就被败光了 对不起师父 我不是故意的 今天罚你倒立开书 正当他垂头丧气时 突然一位师兄出现 想我了吧 想不点 原来是沙姐姐趁白子话不在 偷偷带他出去玩 小谷的烦恼瞬间一扫了光 他们坐上拉风的凤凰 来到一个无名小岛 上面居然开满了奇花异草 很多是沙千墨在六界搜罗移植而来 小谷兴奋地给小岛取名为花岛 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美 正好师父的花草被他毁了 他趁机恳求姐姐送他一些花 当然可以 你要是喜欢的话 别说是这一些花 你就算把整个岛都移到绝情殿上都可以 谢谢姐姐 小谷以为他不喜欢花 不曾想自恋狂立马拿出镜子 这个世界上又有哪种花比我漂亮 与其喜欢花 还倒不如喜欢我自己呢 你说呢小不蝶 是的 姐姐你最漂亮了 回到绝情殿 小谷立马想给师父一个惊喜 明天一早你就知道了 隔天 白子话看到院子里的桃花树 冰山脸渐渐融化 师父 吃饭了 他精心准备了一桌饭菜 小谷今天给你做了 迷魂白果肉 甘草食精忠 芙蓉玉带汤 小炒黄花心 还有天机蜜鹿羹 白子话迫不及待地品尝起来 可惜好景不长 小谷再次下山买菜时 竟被人用毒针暗算 弥漫天还不解恨 杨起手要把小谷当场拍死 女孩练功已经走火入魔 但她居然浑然不知 还在不停地扭秧的 眼看要暴体而亡 白子话强行打开房门 心中大海 连忙运弓拍下去 三根毒针猛地射出来 紫花 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为何 小谷中了洗髓伞的毒 洗髓伞 那岂不是 还好她及时发现 再晚来一步 小谷就会失去仙谷 暴体而亡 看来这个女孩彻底废了 而下一秒她惊呆了 紫花 你这是在干什么 紫花竟然耗费百年功力 要为一个不起眼的女孩打通仙谷 小谷万万想不到自己因祸得福 直接被打通仙脉 那也就是说 我从现在开始就是仙人了吗 当然不是 你道行还不够 直到达之危境界 也就是说 我可以看到很远之处发生的事情了 太好了师父 谢谢师父 白子话表示很受用 开口问小谷中毒的原因 小谷这才想起 倪漫天对她出手的情景 但她顾念姐妹情并没告诉师父 而是独自拿着三根毒针找到倪漫天 女人却恼羞成怒 你别在这儿孝须我 花仙谷我告诉你 一直以来 我只是把你当作我的丫鬟罢了 好 倪漫天从今往后 我也不会再把你当成朋友 二人就此成为末路 这个女孩第一次使用仙术 居然撞见了男人洗澡 谁 尊上 太实在 洗澡 白子话一脸懵 总感觉有人在看自己 然而隔天 小谷一脸忐忑地进来道歉 师父 弟子知错了 知什么错 眼看小谷支支吾吾 你又把我的花了 不是的师父 师父 我昨天不是故意要偷看你洗澡的 小谷连忙解释 自己在练习官微看看师父做什么 没想到那时候他在沐浴 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我只是看到了师父 师父的 裸背 师父惊得瞪大了眼睛 老脸刷得一下红了 算了 事后白子话久久无法平静 小谷更是念念不忘 甚至要把师父的裸背画下来 你确定画的是师父 不是白无常 当然了 我在画师父的裸背 女孩的心思藏不住 唐宝都被自己娘亲折服 不仅如此 小谷对师父的关心更加无微不至 变着花样给师父做美食 给师父洗衣服 这天早餐是师父最爱的桃花羹 师父 味道如何 好不好吃啊 白子话一脸不自在 借口有公事要办 准备开溜 小谷却直接拉住师父要亲手给他梳头 以后每天 小谷都帮你梳发好不好 然而快乐的时光很快就结束了 因为小谷和这些新生要入繁尘历练 没有小谷的绝情变 白子话突然觉得不适应了 明明之前还觉得徒弟太吵 而他不知道这个吵闹的女孩下山后 居然引起两个男人的争抢 女孩拿起脖子上的骨玉 牛轰轰的将军吓得败倒在地 这次骨玉 都叫皇上 皇上万岁万岁万岁 众人都傻眼了 小谷也是大吃一惊 原来送他骨玉的男人 竟然是当今皇帝 更巧的是东方成了大学士 他立马将一行人送到了大学士 那今晚你去皇宫住好不好 今天太晚了 如果再去打扰皇上那是不行的 一个是皇上 一个是大学士 小谷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我们还是投票好了 我投皇宫一票 我投皇宫一票 好了 我决定了 乘官 安英扎站 他们下山历练 又不是来度假 皇上扬言 我要让千古做我们大蜀国的皇后 他早就看出东方想从中作梗 皇上 求皇上 不要再追千古了 为什么 这千古是为这未过门的娘子啊 什么 没过门就是还有机会 皇上放话 我愿意用平德身份 跟你公平竞争 两人就这么愉快地决定 这个女孩同时收到两张请柬 怎么两个突然间都要邀请我吃饭啊 小谷一心想历练 顺手把皇帝的请柬给了闺蜜 而清水早已对皇上情根深重 这个皇帝终于等来了心上 你来了 其实我早就想来了 我就知道 你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看着女孩猛点头 他心花怒放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了 我也喜欢你 可下一秒女孩一抬头 清水 孟大哥 其实我喜欢你好久了 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爱上你了 他知道孟玄狼喜欢的是小谷 但是他觉得小谷可以做 他也可以做到 谁知男人的话让他绝望 没有人能取代 千谷在我心中的位置 清水难过地跑开 孟玄狼却一心都在小谷身上 将军及时告诉他 花千谷在街头行音 千谷现在和谁在一起了 皇上 这个皇上放心 大学是一直陪着他呢 整个是傻缺将军 皇上气得心口疼 让他立马把小谷请来 不然要当场驾崩了 于是扫根筋的将军 飞奔去找小谷求救 小谷一听慌了 东方却是人精 立马知道怎么回事 瞬间戏精上身 倒地不起 以为能留下小谷 没想到憨憨将军 二话不说躺起他就回皇宫 而皇上一听小谷道 瞬间自动痊愈 皇上 啊 没事了 只要我千古师妹一到 我什么病都好了 今天怪事可真懂啊 皇上时好时坏 大学是也跟皇上一样 等会 皇上一听说 大学是也病倒 小谷在照顾他 这头就像暗下自动开关 突然又疼痛难忍 于是两个活宝躺到了一个房间 小谷是两头照顾 嘴上说让他先照顾东方 手却很诚实 你去啊 你去 哎呀 我眼睛看不见了 哎呀 天古 我嗓子好甜 我是不是要脱血了 这浮夸的表演 小谷就算眼下也明白了怎么回事 于是想给他们一个教训 你们呢并无大碍 得的应该是富贵病 但是七天 在家吃一副谢药 自然就会好起来了 啊 啊 女人伸出舌头一舔 蜻蜓瞬间剧毒无比 只见她悄无声息地飞到女孩的脖子上咬了一口 小谷瞬间手脚贪软 嘴唇发紫 妖女趁机口吐长舌 一把缠住小谷的脖子 就在这危机时刻 天空突然披下一束花 魔族圣君从天而降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伤我的小不敌 你是谁 骨头中毒一身 拿解药来 把解药拿来 圣君 她身上藏有两件神器 只要我掏她的心肺 妖女差点被送走 解药 满脸憋屈地送上解药 东方为了上药解开小谷的衣袋 杀千莫及了 男女受受不欺 骨头是我为过门的娘子 难不成你来啊 沙千莫一脸猝疑 命令妖女去上药 小谷醒来才发现 沙姐姐的真实身份 都给我住手 沙姐姐 这些魔徒叫沙姐姐什么 圣君 你不知道吗 他就是圣君 沙千莫 小谷难以置信 沙千莫一听刘光琴 在小谷手中 顿时两眼放光 小不点 刘光琴当真在你的手里 来 交给姐姐 姐姐 你是七杀圣君 为什么一直都不告诉我 沙千莫也是有苦衷 他担心自己的身份 会遭到小谷的嫌弃 然而七杀派灭了鼠山 小谷怎么能当作没发生 小不点 你不要怪姐姐 你不要生姐姐的气 我可以饶他们一命 可我只要留光琴 姐姐 如果你想要 那就杀了我 东方见沙千莫的软肋是小谷 于是提议比武定夺神气 沙千莫一口答应 可就在这时 孟玄朗带着军队赶来支援小谷 善春秋见识不妙 直接掳走了小谷 你这个女人真是祸害 带我杀你之间 去了留光琴 小谷宁死不屈 扬言要欲识俱焚 危急时刻 一道金光将善春秋 直接打飞 师父 你怎么那么少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能让他们拿到留光琴 下次没有这样 多么温馨的画面 另一边 沙千莫就下善春秋 你好大的胆子 圣君 那个女人是个祸水 闭嘴 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 骂完转头调侃白子华 没想到过了这么久 你的容貌 依旧没我好看 你也该活动活动 筋骨了吧 好 正想请圣君赐救 只见他们飞到半空中 用炫酷的光波 互相攻击 两人打得难分难解 突然沙千莫怒了 白子华 你居然敢弄断我的头发 我不跟你打了 这 为了自己的秀法 沙千莫提出两人比推 怎料无论比什么 沙千莫都略训一筹 只能放话彻底 气呼呼地飞走了 姐姐 你放下心中的执念吧 为什么一定要抢神器呢 沙千莫坦白自己抢牛光琴 并不是为了挤起十方神器 获得洪荒之力 而是为了圆一个人的梦 小不点 这可是我妹妹留下 你看看 是不是跟你长得很像 两人不管语气和神情 都是如此相似 但是妹妹却因她而死 原来留下生前是琴痴 最大的梦想 就是用刘光琴弹奏一曲 当年她偷偷潜入长流偷情 怎料遇见了长流大弟子竹人 要挟她交出手中的十方神器 沙千莫 你当真愿意为了神器 而放弃你妹妹的心里吗 哥 原来在你心中 神器比我重要 我恨你们 她当场含恨自吻 小谷明白了一切 拿起刘光琴 用心地为他们弹奏了一曲 这时棺木上突然出现星光 妹妹的虚影出现 哥哥 你不要再去抢什么神器了 天下敌意又如何呢 我想看到一个快乐的哥哥 好 我答应你 随后她让小谷把刘光琴带走 她的执念也就此放下 拜见紫薰少仙 你就是花千古 嗯 我还以为她有多大能力 竟能做上此话的徒弟 原来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笨丫头 下一秒 醉意朦胧的小谷被心惊女设计 居然口出狂言 只要是香味 你拿得出来 我便答得出来 心惊女趁机调起紫薰上仙 与小谷比香 要知道紫薰制香手法天下第一 不好 这个泥曼天 又跑出来调试了 小谷喝傻了 提出美人出三种自己的香料 说出制作方法和成分 说对了算赢 说错了算输 好 有胆量 只见第一位香 从袖子里甩出 众人闻后都不由自主地傻笑了起来 白炭香二两 琳兰香四两 后面的香料咱们也不懂 我帮你们跳过 简直跟亲眼所见一样 分毫不差 怎么可能 第二位香 在偏偏起舞中释放 众人笑得更加疯狂 二十四个节气里 分别有二十四种花 纸橙香精 眼看小谷对答如流 女人脸色一沉 放出大招 这次的香味闻到的人纷纷落泪 令人莫名痛苦 这一位鬼话伤泪 情状万千 与人生病 你可拆解得出 小谷用心体会后 竟然又答了出来 然而子勋却说还少了一位 少了 少一位 我知道了 怪不得 闻起来人人伤心 少的这一位 便是子勋上仙 变缘之时流下的眼泪 答案一出 女人震惊当场 不错 到你了 出题吧 然而接下来小谷释放的香味 却让女人啪啪打脸 只见小谷边跳边笑 子勋自信地爆出一串材料 谁知说到最后 竟突然卡住 还有两位是什么 告诉我 我认输便是 不用了上仙 你不用认输 这两位材料 你肯定都没有闻过 不知者不识 再寻常不过了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也不怕上仙 赐你毒酒 一位是我身上的异香 一位是师父身边的 镇中香 这下子勋恍然大悟 花千古 我的桂花伤美 喝的是情声 你竟然能闻到它的味 说明你已经动情 你动情竟然敢动到你师父身上 你简直是大力不道 不可饶恕 小谷吓得久都醒了大半 脑海里闪过和师父一起的画面 心痛会牵在残月中 难道他真的动情了吗 三生池便能见分晓 心水满脑子都是梦玄朗 立马被疼得弹回到岸边 而倪漫天对小谷满怀恨你 也是疼痛难忍 轮到小谷时 只见子勋早已站在远处 虎视眈眈 我没有对师父动起了 绝心池水 一定可以证明的 可下一秒 为什么会这样 好痛啊 社会明明不是这样的 千古终于明白自己爱上师父 为了不露出破绽 他用内力强行压制了疼痛 等他上岸时 小鸭子早已伤痕累累 这被子勋全看在了眼里 转身便告诉了子华 你的弟子 对你 已然是动了真情 谁知子华压根不幸 然而绝情池水的灼伤 逃不过师父的眼睛 你真的动情吗 小谷只好谎称 弟子不应该 不应该喜欢上东方 东方语亲 子华一副吃醋的样子 不知道要闹哪样 白子华 你有何苦要逼他 白子华逼小谷 与沙千墨断绝来往 沙千墨突然眼珠子 闪现红光 脑海里出现妹妹 抛弃她的场面 你若执意跟竹冉在一起 我便再也没有你这个妹妹 哥哥 你为什么老是逼我 走 一声怒吼 沙千墨神经彻底错乱 直接将白子华 当成了主人 把刘夏还给我 我要杀了你 一顿光波疯狂扫射 危急时刻 白子华寄出栓天恋 将她锁在里面 一向英姿 萨爽的沙千墨 此刻无比的可怜 嘴里不断呼唤着妹妹 刘夏 刘夏 只能杀了她 夜里 小谷想唤醒沙姐姐 谁知她依然未留下的死耿耿女怀 眼看她备受折磨 小谷心疼不已 自从认识小谷 沙姐姐甚至放弃了夺神器 可善春秋不甘心 假借小谷之名 送上望情水 你说什么 这小不点特意为我做的 是 心花怒放的沙千墨 美滋滋地喝了一口 丝毫不怀疑 刚咽夏顿绝不对劲 却为时已晚 下一秒晕厥倒下 你要完完全全忘记刘夏 忘记过去所有的痛苦 果然沙千墨再次醒来 一心只想抢夺神器 虽然挨了一耳光 善春秋却暗自窃喜 故意提起刘夏和花千 刘夏 什么刘夏 然而她虽然忘记了刘夏 却还记得小不点 小不点啊 善春秋一脸惊恶 她谎称小谷逃走了 不是说好要陪我七天呢 我到底哪里比不上白子话 为什么 她顿时一个头两个大 不顾头痛欲裂 架着凤凰找到小谷 怎料白子话逼迫小谷抛弃她 导致触动记忆深处的伤痛 小谷心疼万分 拿出拴天恋释放了她 姐姐是我 别怕 我带你回家 你放了沙千墨 可知道结果会如何 弟子 无法对姐姐视而不顾 小谷把沙姐姐送回了七沙殿 向来唯我独尊的沙千墨 此刻谁都不认识 你走开 我不认识你 不过很快 沙千墨就恢复如常 忘情谁只是让她多了一条皱纹 她吓得立马决定闭关三个月 随即吩咐善春秋没有十万火急的事 任何人都不要打扰 但是小谷点除外 小谷点最近都没来找我 不知道她过得好不好 应该是随白子话下山历练去了 沙千墨不想听到白子话 气呼呼的闭关去了 她不知道小谷此时 正被愚昧的村民 绑起来准备烧烤 不得子 我该怎么办 子话完全可以用法术救治 但是掌门之味就会失之交臂 就在她纠结的一秒 花负气绝身亡 抹去小谷对她的所有记忆 若干年后 再次回到故乡 没错 我就是墨冰 那个没有及时出手救你父亲的墨冰 小谷万万想不到 师父就是当年的墨大哥 他蹲在树下独自难过 突然一张大王把他套住 村民又把他当妖怪抓了起来 随后绑在十字架上 扬言要将他活活烧死 当年村民烧毁他的家 还害死了老父亲 如今他不再是以前那个任人欺负的女孩 随着一声怒吼 他彻底爆发了 绳子瞬间被震得四分五裂 我杀了你们 为我丁方仇 村民吓得四处逃窜 他腾空而起 一把抓住带头人 用法术将他绑在了十字架上 接着他隔空举起火把 就要将他烧死 关键时刻 师父突然从天而降 一脸正气地看着他 并没有出手阻止 白子花似有察觉 此时架子上的大哥快要吓尿了 不断地求饶 小谷看了一眼师父 脑海中突然想起父亲临终的遗言 他终于想通了 师父也是松了一口气 傲娇地转头瞪了一眼子熏 看着小女孩勇敢地保护父亲 小谷一脸动容 于是施法放开了男人 另一边 子熏幸灾乐火 谁知相反 小谷此刻却想着 既然能原谅村民 为什么不能原谅师父呢 想通一切 他归心四见 一把抱住师父 小谷你原谅师父了 师父才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 我再也不要跟师父分开了 然而小谷是师父生死劫的事情 很快被子熏知道 花千谷是你的生死劫 你竟然还受他为徒 我的事情你管不着 生死劫 杀无赦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要杀了花千谷 东方拿出一把朱仙剑 别说是凡人 只要被他伤到 连上仙也在此信念 这匕首甚至可以隔空杀人 然而也能反噬主人 花千谷今天必须死 他拼尽全力和子化斗法 怎料被朱仙反噬 当场口吐番茄酱 爱慕他的谭凡突然出现 带走了奄奄一息的女人 这个女人突然黑化剁鞋 原来谭凡为了救他和一宿军交易 要救子俊上仙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三花惠顶 离命 离命 男人二话不说 散尽一生功力 救活了女人 子俊悲痛万分 你怎么这么傻 这样不值得 为了你就是负再大的代价 我也心甘情愿 眼看男人为了他灰飞烟灭 子俊因爱生恨 利用补原顶部下幻境 你不是说花千谷 只是你的弟子吗 我倒要看看 是不是真的 如果我不是你的徒弟 我不是你想要娶我吗 你想要我吗 我是你的娘子啊 如果我不是你的徒弟 你想要娶我吗 你想要我吗 师徒终于要在一起了吗 然而这只是子俊部下的幻境 不 你永远都是我的徒弟 三千为臣礼 无孽爱与憎 行 幻境被破解 黑化的子俊不甘心 直接将小谷单独带进幻境 扬言给他三次机会 杀了他才能出去 当他第二次重伤倒地时 小谷决定反击 谁知尽一箭刺中了师父 他难以置信 殊不知此人并非师父真身 没想到下一秒 小谷毫不犹豫地为师父吸毒疗伤 看到这一幕子俊震惊了 你真的爱他 爱到这等地步 而补原鼎之外的子化 也是瞪大了双眼 反正都是死 女人想让他死个痛快 关键时刻 真正的白子化阻止了他 小谷瞬间傻眼了 师父 怎么又有一个师父 此刻补原鼎突然开启炼丹模式 子勋劝子化一起离开 可被他一巴掌拍飞 此时小谷中毒已经无力回天 白子化也是毫不犹豫 将毒吸进了自己体内 下一秒身边燃起三昧真武 这是又要被炼成火眼晶晶吗 但是子化不同意 用尽所有力气 将他送出去 师父 我要跟师父在一起 关键时刻 小谷爆发了一股奇怪的力量 果然是孙悟空转世 成功将师父救了出去 这个女孩正要采药 怪兽突然觉醒 直接将它弹飞出十万八千里 怪兽一阵怒吼 亨基兽 如今我师父性命垂危 为了救我师父 不得不取这段长花来救命 请你成全 亨基兽可没有怜悯之心 幸好小谷激烈 来了一招声东击西 成功取到了段长花 师父终于有救了 而身后传来亨基兽 气急败坏的跺脚声 小谷一脸兴奋地把花交给师父 看着满脸伤痕的小谷 子化一脸动容 原本谎称段长花 可以解补原顶之毒 只是为了支走它 不想让它看到自己毒发的样子 没想到机缘巧合 居然给傻丫头找到了 它将花细心地种了起来 只是它千算万算 还是被小谷看到毒发的样子 小谷这才明白师父一直在骗它 为今之计 只有死马当活马医 用自己的血来以毒攻毒 于是它割开了自己的手腕 果然它的血可以延缓毒发事件 但是师父却再也不愿意喝它的血了 它坚决不要当僵尸 可没想到再次毒发更加的严重 甚至完全丧失自己的意识 直接将小谷一把扑倒在地 犹如僵尸一样 咬了上去 但没想到下一秒 竟被李蒙师兄撞减 笃定小谷勾引师父 你这是七十灭族 不好 小布蝶有难 如果遇到危险 一定要记得吹响它 姐姐就会尽快赶过来救你了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危险 一定要吹响这哨子 姐姐不管在哪里 都会第一时间赶过来救你的 沙千墨每次总是千叮万种 然而小谷第一次吹响鼓哨 竟是为了师父 原来师父毒发将小谷按在了地上 竟然强吻了他 没想到这一幕竟被李蒙师兄撞减 笃定小谷勾引师父 扬言要告发到世尊那边 将他措鼓扬灰 小谷情急之下一掌将师兄劈晕 这才吹响了鼓哨 不好 小布蝶有难 一个瞬意 沙千墨便来到了小谷面前 小谷肯求沙姐姐教他射魂大法 沙千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随后师法将骂骂咧咧的李蒙师兄 抹除这一天的记忆 接着来到师父面前 将他独发疯狂的画面完全清空 这些痛苦和不愉快的记忆 师父还是忘掉的好 白子化醒来突然感觉断片 只是依稀觉得和小谷有关 于是让李蒙传唤小谷 小谷忐忑不安 忍不住试探李蒙 我今天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啊 怎么 你又跑到决心殿了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那你怎么可能见到我 射魂大法真是好用 小谷这才安下心 于是面对师父的询问 他说谎是脸不红心不挑 我本来想来看你的 可是李蒙师兄 说什么都不让我来看你 白子化也没再多想 随后交代自己的身后事 决定让他回蜀山 牛让蜀山发扬光大 师父 小谷求求你 我只求留在长流便好 然而白子化心意已决 小谷只好退而求其次 最起码再等三天 三天之后 就是小谷的生辰了 恳求师父陪他过完生辰 再赶他走 白子化内心一软 还是答应了下来 为了救师父 小谷决定和易守军交易 易守军 请问如何戒补原顶的毒 这个问题 答案可是非常昂贵的 小谷不知道眼前的男人 就是东方 答案 就是你的命 怎料小谷一口答应 东方内心苦涩 他总是算无疑漏 却唯一算漏了自己的真心 于是改口说 他的命不是答案的代价 听说你厨艺甚好 给我弄一桌 你的拿手好菜如何 看着小谷亲自给自己下厨 东方感觉幸福无比 一桌家常小菜很快上桌 东方爽快地告诉小谷答案 不炎顶之毒 也并非无药可救 十方神器当中的盐水域 它具有生生不息的力量 它可以使朽木回春 然而盐水域在十方神器中最为神秘 只有集齐九方神器并解开封印 盐水域才会自动归位 要找齐十方神器已经是难如登天 更何况解开封印 还会释放洪荒之力 一不小心妖神出世 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小谷为了救师父 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剑行宴上 小谷的异常引起了朔锋的注意 在他一针剑血的询问下 小谷故技重施 想要抹除朔锋的记忆 然而却被他察觉 无奈之下小谷只好河盘拖出 得知要解开白子化的毒 唯有盐水域 朔锋震惊当场 随后一脸使命感 决定不顾一切地帮助小谷 我不是在帮你 而是尊上他不能死 尊上若死了 天下就全完了 不要伤害孤城 谁敢伤害他 沙千莫为了小谷 可以和天下人为敌 可小谷收集神器却只为了救师父 如今九方神器已经极其 这时朔锋却一脸伤感 就算是你一辈子身被污名 被所有人悟解 被所有人怨恨 你还甘愿吗 心甘情愿 好 朔锋视死如归 让小谷把脖子上的勾玉给他 原来这块勾玉就是地石剑神器盐水域 他站起来就不断释放绝技 眼看法力都要消耗光 小谷急了 告诉我 你到底是谁 朔锋一把扯开衣领 原来他竟是盐水域残缺的一角 而盐水域归位 便意味着他要消失 那我们不解封印了 我们回长流 我们现在就回去 我们找师父紧追去 你别傻了 就白子化就是他的使命 但小谷却不能看着朔锋死 不要 朔锋彻底消失 盐水域终于归位 不料扇春秋突然出现 扬言白子化在他手里 要挟他交出十方神器 而他有神器在手 抬手间就将他打败 然后凭借和师父的心灵感应 在美人鱼的家里找到白子化 随即用盐水域救活了师父 朔锋 师父已经好了 你快回来吧 小谷果然是天真 扇春秋谎称朔锋有了独立的思想 完全可以从盐水域中分离出来 只需要你的一滴血 就这么简单 小谷救人心切 真的滴了一滴血在盐水域上 谁知盐水域突然出现异响 拉着小谷飞上天空 接着实践神器自动合并 原来小谷的血 才是解开神器的最后一道封印 很快天空出现一个深不可测的虚动 扇春秋疯狂大笑 虚动的出现 天下顿时大乱 小谷眼见事态严重 不想和扇春秋废话 一掌将他击飞 随后把师父交给了子薰 他不想让师父知道 自己收集神器是为了救他 谎称都是凤杀千墨之命 他决定立刻去阻止洪荒之力再现 花千谷 你不要命了吗 你以为那虚动是你想进就见 想出就出的地方吗 小谷深知自己放下的错 必须要自己去弥补 哪怕是粉身碎骨 子薰深深被他的行为所震撼 花千谷那么弱小 可是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而我除了自怨自意 自甘堕落 我还会学生 此时所有名门正派都在内护 不要再打了 大家都看到了 洪荒之力的出现 已经让我们自己乱了心神 互相残杀 话没说完 魔炎却要下令拿下小谷 花千谷 你妖眼祸重 我今天就让你负得好死 不要伤害你 谁敢伤害他 沙千墨又霸气出现 让小谷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就是小谷最强的后斗 对不起 即便牺牲我的性命 也不能再让大家因为洪荒之力 而纷争 丧命了 小谷义无反顾地飞向虚动 不料虚动里面住着一个美少年 今天只要有我在 你就别想伤害小不点 小谷穿过虚动 居然来到了阿凡达的世界 突然他发现一个被树藤缠住的胡 你是谁 莫非 这就是洪荒之力 于是他下意识地割破手指 他的血让草木瞬间枯萎 怎么会是一个千千公子的样子 少年见到小谷惊喜交加 我等你好久了 他说自己在虚动中不知道度过了多少年 终于等到有人来看他了 看小谷一脸防备 他以为遭到嫌弃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们都不要我 少年就像一个被丢弃的可怜孩子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 没想到洪荒之力 竟然在这样一个普通人身上 姐姐 你就做我的朋友好不好 只要你答应做我的朋友 我什么都听你的 小谷见他单纯如白纸 如果加以教导 即使他拥有世间最强大的力量 也可以造福苍生 于是他爽快地答应了 并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此时白子化为了阻止妖神将士 竟然要将虚动摧毁 沙千莫第一个不同意 白子化 好你个薄情寡义之人 今天只要有我在 你就别想伤害小不点 孟玄狼也是大喝一声 李星云 在 率领属兵 保卫虚动 是 陛下 你这有事为何 多此一问 自然是保护小谷了 白子化却一脸很绝 这洪荒之力 是他引起的 他死一千次 死一万次 都死不足惜 好你个白子化 要不是小谷冒天下大不为收集神器 帮你解了毒 你还能站这里骂他吗 然而他真的以为是子勋帮他解毒的 正在他们僵持不下的时候 东方提出方案 想要救出小谷 可以等到七天之后的月圆之夜 虚动最为虚弱 然后凭着众人的力量 打开一个缝隙 到时就可以进入虚动 亲自把小不点救出来 正邪两派就这样达成了一致 而在这七天里 小谷带着小月习武下棋 两人过着无忧无虑的神仙生活 很快到了月圆之夜 众人合力果然打开了缝隙 东方侯精第一个飞了进去 随后白子化和沙千莫紧飞其后 东方得知少年身负洪荒之力 立刻要除掉他 东方你要干什么 他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为什么要把他视作邪恶的力量呢 为了你 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他 否则你会被你师父和其他各派惩罚的 可小谷宁死也要保护小月 你放心 我可以不杀他 小月你放心 姐姐 龚头 对不起 东方以为这样就可以杀了小月 谁知被小月的洪荒之力一掌打飞 为了保护姐姐 他已然做了决定 姐姐 我现在就把我身体的力量传给你 你交给我 我身体力量可以做好事 帮助许多许多的人 那 你就用我这力量 去帮助你想帮助的人 造福苍生吗 小谷就这样意外获得洪荒之力 白子化也正式开启灭气之路 雨还被师父活生生刺了一百零一剑 只因他放出妖神 三尊敬叛他八十一根硝魂钉的急行 师兄弟纷纷求情 硝魂钉之行生不如死 八十一根之多 一千古的修为必定魂飞魄散 小谷却甘愿受罚 只求三尊开恩 不要逐我出长流 哪怕魂飞魄散 也无怨无悔 白子化嘴硬心软 不甘心地再次问小谷拖到神器的原因 东方立刻施法 为了替师父解毒 原来他在会审之前 用一个文给小谷下了秘数 怎料小谷宁可咬蛇自尽 也不愿说出真相 白子化只好如他所愿 保留长流弟子身份 但是要立刻行刑 危急时刻 沙千莫咆哮着赶到 白子化 你若敢为你门中弟子 伤他一分 我便图你满门 你若敢为天下人 损他一毫 我便杀尽天下人 他誓死都要保护小谷 甚至祭出看家宝剑 那就是传说中的非夜剑吧 沙千莫的剑终于出现了 然而他依然不是白子化的对手 善春秋救主心切 替圣军挡了一掌 沙千莫还想继续 却被善春秋打晕 护法 你这是干什么 我要急于一事 将来有的是机会 走 没了沙姐姐 白子化孽七正式开启 小谷被绑在诸仙柱上 承受萧魂丁的酷刑 魔言毫不留情 一波又一波的萧魂丁 瞬间让他血流无助 发出的惨叫声 却是一声比一声弱 眼看他要魂飞破散 白子化终于坐不住 萧魂丁阴声而落 大家以为小谷总算得救 谁知白子化却说 小谷终究是他的徒弟 是我管教不严 接下来的刑法 接着他居然拿出断念剑 那是他亲手送给小谷的定情信物 是美好回忆的见证 他艰难地爬向师父 怎料白子化却一脸失望 甩开小谷的手 就要刺下去 谁知被断念剑挣脱 一把剑都比你有感情啊 他不顾小谷苦苦哀求 一次性扎下一百人一剑 虽然他保住了命 但是从此却成了一个废人 与其如此苟延残蠢 还不如直接死吧 白子化不依不饶 将他打入仙牢 重伤却不让人救治 魔言还认为子化太过互动 他是我的徒弟 我想怎么处置 便怎么处置 你能不能更把气点 处置再轻一点 这是几根小谷丁 是长留待天下对他的惩罚 这一百人一剑是为这个做师傅的 对徒弟的惩罚 然而作为他的师傅却教导无方 所以剩下的六十四根销魂钉 是对自己的惩罚 如果常人受此刑罚 早已魂飞扩散 饶是白子化 也是折损千年修为 没了半条命 四十九次了解 但是倪漫天剑小谷没死 绝不肯罢休 他来到三生池 接了一瓶绝情池水 带着魔言扬言 要揭开一个惊天大秘密 他竟把硫酸泼向女孩 女孩痛不欲生 他却眼睛都不眨 昔日口口声声把他当好姐妹 嫉妒起来静没了人性 这个孽头竟然爱上了紫花 魔言放话 即日其流放蛮荒 永不召回 倪漫天一脸得逞 转身更加变本加厉的羞辱小谷 谎称刚才一起来的是白子化 亲眼目睹了他的龌龊心思 小谷痛不欲生 女人却一脸痛快 说出的话更让小谷绝望 你还不知道吧 东方欲亲 就是一宿君 她还不解气 净变态地把剩下的绝情池水 全部倒入小谷的喉咙 这个女孩双目失明 浑身伤痕累累 却被孤零零地扔进了 人世之外的莽荒之地 十人族听见动静 蜂拥而上抢夺猎物 眼看要被折磨至死 他们决定共同分享 这是男人认出他手上的伤疤 众人都惊讶万分 无论小谷被怎么折磨 他始终握着功力 他不明白师父为什么不杀了他 谁知这群石人族竟抢走他的功灵来取乐 随即要立马吃了他 危急时刻 怪兽震耳欲聋的脚步声把他们吓得四处逃窜 小谷却一心只想找回功灵 怪兽居然通人性地将功灵踢到了他面前 原来他是白子化派来保护小谷的亨击兽 他一把叼起小谷 扔到了背上 带着他疯狂奔跑 很快来到了一处豪宅 男子对地上的女孩 毫无怜悯之心 但是看到小谷手里的功力 脸色顿时变了变 然而在他就职的过程中 他更惊讶地发现 女孩有惊人的恢复能力 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 他将小谷带到了悬崖边 二话不说突然将他推了下去 正当他以为要粉身碎骨石 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身体落地的刹奈间 竟悬浮了起来 奇迹般的死里逃生 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突然身后出现怪兽的吼声 眼看怪兽步步逼近 男子告诉他 这只叫牙字兽 是出了名的蜘蛛必较 看见猎物绝不怕休的 随后扔了一把匕首下去 让他还手 为了活命 他也只能与牙字兽殊死搏斗 没想到他重创牙字兽的同时 远在长流的白子化 突然口吐鲜血 原来小谷拥有的洪荒之力 被白子化煞血封印了 但如果小谷使用这股力 白子化就必然会遭到反噬 牙字兽不是小谷的对手 竟然低头求饶 小谷心软了软 你伤了我 我也伤了你 大家就这样扯平了 好不好 牙字兽立刻点头 然后逃之夭夭 随后小谷利用笔手 一步一步地爬上悬崖 没想到男人又一脚 把他踹下悬崖 这次小谷彻底激发洪荒之力 直接飞了上去 我果然没有看错 只是万万没想到 最后洪荒之力 竟然在你这个小丫头身上 男人以为自己可以利用小谷离开莽荒 怎料小谷得知自己身负洪荒之力 立刻明白师父让他待在莽荒的用意 坚决不肯离开 男人发狠劲把他丢到食人族里 正当他要被砍断手脚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在眼前 一旦圣君杀千莫为了小谷点可以不顾一切 就算全天下的人都与我杀千莫为敌又如何 他为了救小谷点出蛮荒 竟然耗尽一身功力 毁掉自己最在意的容颜 只见他的头发肉眼可见的变白 已然命不久矣 但他依然放心不下小谷点 请你替我照顾好小谷点 跟随他 保护他 善春秋却只想陪着他 他一气之下将他打飞 生气果然会变老 沙千莫的脸上瞬间出现皱纹 而另一边 小谷和东方通过沙千莫打开的通道 顺利逃出了蛮荒 我一直担忧的事可能已经发生了 什么 东方原本和沙千莫计划里应外合 打开穷吉之门 谁知沙千莫竟然从另外一个地方打开了通道 我们没有按计划从穷吉之门出来 就说明七沙殿的行动 受到了长流的阻碍 很有可能 他已经散尽了鼓励 小谷顿势慌了 连忙去找沙姐姐 然而沙千莫不想小不点 见到自己的鬼秧 把自己锁在结界内 无奈小谷吹起了鼓哨 小不点 对不起了 从今往后 姐姐再也不能听见你的鼓哨 便敢来救命 小谷情急之下动用洪荒之力 试图打开结界 而在长流的白子花再次被反噬 洪荒之力是果然好用 他顺利进了店内 而当他看到白发苍苍的沙姐姐时 眼泪瞬间夺快而出 他担心吓到姐姐 连忙擦干眼泪 强忍着悲伤轻声细语 姐姐 我是小不点了 没想到爱美如命的姐姐 竟为了他毁了容貌 姐姐变成这个样子 你是不是也嫌弃姐姐仇 不过没关系 姐姐都嫌自己仇 小谷心如刀脚 连忙安慰她 如果我也变成了这世上 最丑的人 你也会嫌弃我吗 说着小谷就拿下了面具 沙千墨看着他被毁容的脸 万分心疼 你到底瘦了多少岁 姐姐都不知道 姐姐怎么会嫌弃你 姐姐 你别怕 你在小不点心里 永远都是最美的人 然而美丑对他已经不重要了 他遗憾的是以后 再也不能保护小不点了 更恨自己不能为他报仇 情绪崩溃的沙千墨 痛哭出声 最后他说出心里话 姐姐 是真的喜欢你 话音刚落 一代圣君就此陨落 小谷的眼泪从他脸上滑落 他瞬间恢复了绝世容颜 但是沙姐姐却再也没了气息 小谷悲痛地将他冰封起来 往事仿如昨日 你好美啊 就是 休想了点 如果遇到危险 希望你记得吹起来 他拼命地吹鼓哨 希望可以召唤出沙姐姐 可现实很残酷 不管我怎么吃 沙姐姐都不会再回来 可他还不知道 不久后身边的东方 也将为他而死 东方挡住致命一击的同时 还担心小谷害怕 用手遮住了他的眼睛 就在刚刚 小月即将被处死 善春秋为了洪荒之力 待人赶到 一场恶战彻底爆发 小谷趁机去救小月 怎料各派掌门 竟对他们发起围攻 小月忽在前面被打飞 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是病猫 小谷使出洪荒之力 所有人都被弹飞 华千古怎么变得这么厉害 可摸烟不信血 发狠全力一击 东方闪现挡下一掌 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能为骨头做的事情 已经不多了 这时白子化现身 当众指责他 私自逃出蛮荒 挑起各派大战 残害无辜 我没有危害藏生 没有对不起长流 我也没有对不起师父 我没有错 小月也没有错 你要杀 就杀了我好了 白子化气的寄出剑 就对准了他 你真以为我舍不得杀你吗 可小谷却不相信 师父会下狠手 正想表白心一时 白子化为了阻止他说下去 静用力刺了下去 心碎的声音 就像掉落在地上的宫里 四分五裂 原来 我连对你说这句话的资格 都没有 说时时内事快 倪漫天突然偷袭 打掉了小谷的面具 花千谷 你也不回去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到底有多丑 竟然还有脸站在这儿 是你给他泡的剧情之水 看到倪漫天支支吾吾 白子化一手将他击飞 可惜没有一掌击壁 各派掌门正式提出质疑 花千谷早已是废人 为何现在恢复了 白子化也正好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说出了真相 花千谷体内 确实有洪荒之力 是在虚洞里 南弦月传送给他的 最后被我给封印了 魔言觉得自己苦心隐瞒的一切 毁于一旦 恼羞成怒当场要杀了小谷 白子化还没反应过来 东方转身护住小谷 挡住致命一击 临死之前 东方让骨头不要内疚 因为他这次不死 也活不了多久了 东方从认识小谷就开始算计 可他唯一没有算到的就是小谷的善良 他谎称解开一宿革命数 只要再吻他一次 没想到小谷毫不怀疑 最后他叮嘱小谷好好爱自己 带着遗憾离去 爱小谷的人一个一个的离去 而下一个竟是可爱的唐宝 唐宝的灰飞烟灭 也彻底让小谷爆发洪荒之力 成为妖神 唐宝的灰飞烟灭 也彻底让小谷爆发洪荒之力 成为世间最后一位妖神 白子化 我身上这一百零一剑 十七个窟窿满身发痕 都是拜你所赐 断念一残 功名一悔 从今往后 你我师徒恩断一绝 东方为救小谷死去 唐宝每日一泪洗面 只想见到娘亲 十一师兄不忍心 多方打听得知小谷被囚禁在云宫 怎料外面设有强大的结界 为了破解结界 他们在一首格翻阅了无数古迹 终于得知蜀国的离仇猪能打破结界 太好了 我们现在就去找朗哥哥 孟玄朗得知小谷还活着 惊喜万分 只要能救千古 去去离仇猪 又算得了什么 他迫不及待地要亲自去营救小谷 早已把营取清水的事情抛之脑后 你能不能等到 明日我们大婚之后再去 清水 对不起 没关系 孟玄朗是万万想不到 因为自己的一意孤行 让所有人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正当他们要打破结界时 突然被倪漫天阻拦 你们胆敢放花千古出来 都不想活了吗 有我在 你们休想放他出来 他们打斗士攻击到了结界 云宫内的小谷立刻向门口赶去 门外的唐宝顺利抢到黎仇猪 他立马打开了结界 谁知倪漫天背后偷袭一把刺向唐宝 这时白子话也赶到 但为时已晚 图堂堂堂 我终于见到你了 你明明答应过 我再也不丢下我一个人的 这天死了 你又被求情起来 堂堂真的很想你们 我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 堂堂不舍地看了眼十一 千言万语化成了两个字 娘亲 小谷眼睁睁看着唐宝灰飞烟灭 情绪彻底崩溃 当场激发了体内的洪荒之力 强大的力量掀翻了所有人 他脸上的伤疤也瞬间消失了 额头出现霸气的火神印记 他终于成了一代妖神 你漫天见状立马想逃 被小谷灰手间打晕 若十一 你不是答应过要照顾好 保护好唐宝的吗 若十一重伤没了求生意志 也跟随唐宝去了 精神 是你逼死了 是医生救 精神同样崩溃的他 说出了真相 以前都是因为我 是我爱死了 头宝 原来倪漫天能及时来这里 是他通风报信的 就是不想让他出来 我就是想让你待在这里 一生一世 这么多人因为他而死 你为什么不待在 你开心他的地方 好好反省 你还要出来换人呢 他等了孟玄朗三年 好不容易等到他放弃小谷 明明马上就可以成亲了 他却在这个时候出来 孟玄朗这才明白 一切都因为他 我就是恨你 爱你的人 帮助你的人 一个个都死了 为什么你还不去死 他宁愿从来不认识小谷 说完疯疯癫癫地离开了 这时倪漫天醒来 还不知死活地嘲讽 花千谷 你也有今天了 小谷不再手软 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 就是一次一次地放过你 他扬言这一次 定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白子话还想阻拦 小谷发狠和白子话恩断一绝 说完就抓着倪漫天飞走了 很快小谷继任七杀殿 成了神尊 白子话却自动上门 甘愿成为小谷的奴仆 乖乖的 做我的仆 他是世间最后一个妖神 拥有洪荒之力的花千谷席卷三界 然而居然还有人以卵击石 魔言 你出尔反尔 违背承诺 竟反其杀殿 果真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虽然小谷成了神尊 但是他依然不会牵连无辜 我只要魔言 其他人可自行离开 如若在宫 别怪我不念往日情分 魔言杀了东方 他是绝不会放过 另一边 白子话因小谷冲破煞血封印 瞬间成了一个废人 这是我为你做的 最后一件事 痴情的子勋散尽功力 治好了白子话 好想回头过去 可以 白子话立马抹去女人额头的剁仙印记 子勋就此含笑九泉 白子话留下伤心的眼泪 下一秒他便来到七沙殿 扬言要清理门户 清理门户 你以为 你现在还有这个能力吗 念在师徒一场 让他赶紧离开 我不会走的 你是一心想来求死的吗 既然你那么想死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这下彻底惹怒了小谷 他一掌就将他打晕 随即将他绑了起来 没想到白子话醒来 就开始念锦箍咒 不断地劝他放了魔言和你漫天 你不要一错再错了 够了 锦箍咒果然厉害 小谷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如果你是来敢换我 那外面也太可笑了 不过 如果你愿意留下来 任我玩弄 我倒是一点也不介意 最后两人达成了遗址 白子话留下 放了魔言 从今往后 白子话 便会留在七沙底 乖乖地 做我的仆 孽障 是可杀不可辱 小谷摩拳擦掌打算好好折磨白子话 可没想到让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居然是帮他更衣沐浴 这哪里是折磨 白子话心里应该是乐开了花吧 大牢里的倪漫天破口大骂 华千古 你这个贱人 别以为你变成妖神我就怕 小谷霸气地回眸 铁链瞬间收紧 他恨不得要将他碎尸万顿 可是关键时刻 却想起朔锋的遗言 花千古为了还朔锋一条命 最终还是放过了他 可竹然却故意将倪漫天放出来 挑唆他找小谷报仇 倪漫天的九鹰白骨爪果然威力无敌 瞬间干掉了七沙殿的所有守卫 这时小谷现身 看来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是你活得不耐烦了 等我吸走了你的洪荒之力 我必定将你碎尸万般 这洪荒之力 我从来都不想要 可惜洪荒之力不是谁都可以承载 他立刻被力量反射见了阎王 另一边 一夜白了头的孟玄朗终于找到清水 对不起啊千古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 清水 我是你孟大哥 你不是孟大哥 潘宝 十一 我们一起去玩吧 可是再也不可能了 清水早已神志不清 师父 我求你放了尊上吧 白子画撕下给小谷收的徒弟 说出了一个真相 尊上虽然赐了你一百零一件 但是他就代替你 受了剩下的六十四根销魂钉 什么 怎么会 他一把将白子画的衣服扒掉 果然背上全是销魂钉的伤疤 为什么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 师父不疼 师父没事的 很快小谷发现师父手臂被绝情池水烫伤 他终于反应过来 原来师父一直爱自己的 可没想到白子画竟然把伤疤抹去 爱你又如何 我不爱你又如何 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的 白子画 你宁可鲜肉体骨 也不愿意承认你爱过 这一刻 小谷决定布局让师父杀了他 让他后悔终身 白子画 我就算死 我也要你要是天下为我陪葬 我要你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你所大爱的事 一个一个死在我手里 他瞬间灭了长流 殊不知全是他设计的幻解 爱我的 为我而死 我爱的 最后白子画选择天下 毫不犹豫地给他赐了的透心粮 这时长流弟子全都跑了过来 白子画这才反应过来 你从不相信 一直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故意设计 让我亲属杀了你 我说过 你会后悔的 好 师父陪你一块儿走 话音刚落 他直接自断经脉 你还是不肯爱我 既然如此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一起死 他用最后的内力 将他治愈 然后给他下了一个诅咒 我以神的名义诅咒 今生今世 永生永世 不冷 不死 不伤 不命 让他永生永世看着 守护着 用自己最爱的人的性命换来的世界 今生他从没后悔 若能再重来一次 我再也不要爱上你 随后慢慢闭上了眼睛 白子画在这一刻 终于后悔了 你想要什么 你说就是 不管对的错 我都给你 爱给你 人给你 长留抚灭 看我何事 这些人的生死 又干我何事 不要离开我 等失去了 才知道珍惜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女人宁愿压上自己的一切 也要看看在男人心目中 到底有多么重要 这一幕也终于让魔炎 留下悔恨的眼泪 这个女孩田静的在树下睡着了 原来是魔炎散尽功力 救活了小谷 只是他失去了所有记忆 师兄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来去画千古 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事 也许他意识到 自己的所措所为是错的 白子画也彻底想通 放弃一切 陪小谷双宿双飞 师父 这里好美啊 这里有名字吗 你替他去吧 要不 叫画古风吧 这是冰棺里的沙千墨发出了声音 小谷双 你在哪儿 你又跑到白子画身边去了是不是 不要委屈了自己 等着姐姐 姐姐一定会回来陪你的 花千古就此完结 谢谢大家一路陪伴 小谷双飞 小谷双飞